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你停下时 总留不住美好 只好就飘啊 你飘着啊 照着自我 你不真的想流浪 只是想找到解答那些旷野正说的话 你不真的想流浪 如果能停下 我也想停下陪着她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视节 我是黄慧玲 今天邀请一位非常特别的创作歌手 很多人听到刚刚的声音 会以为是一位沧桑的中年男人 但他本人其实才二十五岁 柯志棠包办了专辑中 绝大多数的词曲创作 今天我们要欢迎他来介绍 他的新专辑 你不真的想流浪 柯志棠你好 嗨 慧玲好 大家好 刚刚那个MV好漂亮 对对对 他是我就是去年刚开始做Live表演的时候 在现场就是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做影像的艺术家 那他真的很常去世界 别的国家流浪 那时候就是他跟他美国的一个朋友 去大峡谷 他们在road trip 然后他就顺便拍了这些影像 然后就给我这个MV用这样 因为正好也跟我这首歌 非常搭到一个画面 是 可是你没有去流浪 我没有去 你在台湾 我就是一个留着的人 对 他是真的去了 对 留在台湾流浪 其实柯志棠最近是发了你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认识到你的时候 那个场合很特别 就是我看到了一家屏东的唱片行要关了 然后大家当然很舍不得在网路上流传这件事情 然后就听说有一个人要去那边唱歌 就是我 就是你 对 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你的发片之旅其实很特别 这个部分 到处去全台湾快要消失的 或者是已经即将要消失的地方唱歌 好 其实那时候会发片这个机缘 就是那时候唱了2013年底 有时候网路上有一个广告为电影的主题曲 然后那这首歌就是其实大家蛮多人喜欢的 然后但我们那时候就想说除了大家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我们可以这首歌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那时候我的制作人兼老板 对 他就看到那个网路上那个新闻就是屏东那家锐唐唱片行 他快要收起来 真的 然后他就想说那我们就可以去这个地方唱个小表演 把它记录下来 就是像这首歌是在讲过去那些失去的美好的事情 就我们没有办法阻挡这些事情消失 因为随着人生的过去 一定会有一些无法避免消失 所以我们就想找一些台湾的文化上快要消失的场所 像那个唱片行 然后我们后来也去了台中一家杨胜唱商店 它是一个超过百年的干嘛店 真的很真的很旧的一个房子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老板的阿公的阿公吗 老板的阿公开了那个干嘛店 好像最早是他阿祖我听他讲 可以忘记 反正他说他最早的阿祖好像是清朝 对对 就在那边开了干嘛店 我不知道他说他是清朝 但我不知道是日剧时代开S&M 反正他日剧时代就有了 对对对对 瑞唐唱片行好像没多久就真的关了对不对 对我那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他七月底就要收了 所以我们大概前一个礼拜去 对对对对 其实那时候就是 因为吸引蛮多人来看 然后他们就真的有进去买唱片 然后一看到老板那个表情还蛮开心 就他们其实最后这些也不是说要赚什么钱 就看到他们这些东西有人把他们带回家 他们老板真的会很开心 对对就毕竟是自己经营了一辈子的事业 看到有人喜欢自己喜欢过的东西 真的是会很开心 但柯智唐你才25岁 对 这些场景对你来说有意义吗 其实对我本人而言那些地方不是我记忆中存在的地方 但我在那些地方的时候我确实可以感觉到这些地方 就是那个气息就是一定是很多人存在很多人记忆中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那些地方消失其实真的蛮难过的 像要是我像我那时候去读 离开台北去读大学 对 然后有时候回来家里发现一些很爱吃的店关 就从小就有吃的店收起来之类的 就也蛮难过的 类似这样的感觉 对所以其实去这些地方也可以让我们再重新知道 原来我们的上一代的生活是什么 他们曾经怎么样子的生活着 然后曾经这块土地上有怎么样子的产业 有什么文化地景 有留下来或者是没有留下来 对对对 大家多数的人认识你是从It was made那首歌 是 那首歌我想应该更多人告诉你 这一首歌的 是外国人唱 对是外国人唱 然后应该也约莫是一个 我的想象是一个留着胡子 然后有一点沧桑的中年 外国帅哥这样 对就是可是他 结果是这样 对对反差很大 那一张 那个广告其实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你刚刚讲到回忆那个关键字 可不可以帮我们大家一起回忆一下 那个广告大概在讲什么 之前网络上一个真实 流传真实故事的改变 就是英国地铁站 那时候有一个老太太 就是她都会去地铁站 听那个地铁站的广播的声音 因为那是她已经去世的先生录的 然后地铁站把她先生那个声音换掉 换成新的 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很难过 但这个故事结尾就是 那个地铁站的战务员 他有把那个存着她先生的声音的那个档 用那个随声碟交给她 所以她还是有找回她一些记忆 是 所以其实是一首感情很浓厚的歌曲 你那时候怎么去诠释这首歌呢 25岁的声音 25岁的灵魂全是一个很深厚的感情 其实那时候就是找我去唱这首歌的罗尼老师 就是她那时候唱之前 她已经先给我看过他们拍好的画面 然后也知道那个故事的样子 然后其实配唱的时候她也是 我们其实唱蛮久的 她在录音是 就是她会跟我说每一句的画面 那句想要说的事情 因为那歌是她写的 曲是她写的 然后词是蔡博章老师 然后我想象中这首歌它是 不知道可能大家听到会觉得有点悲伤 但其实我每次唱的时候 我都是笑着唱的 就是但不是故意的 就是想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是在笑的 因为我觉得她虽然就是这些东西已经失去 但是想到那些很美好的画面 对对对 其实还是那时候都是很开心的一些回忆 对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唱 我唱到我自己感动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很悲伤 是真的有悲伤 就是鸡皮疙瘩起来的时候 但是我真的都是笑着在唱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首歌要传达的画面 如果你知道我的坚定脆弱 如果你看到我有多么荒谬 你会毫不犹豫的拉近我 不让我继续远走 你会吧 如果你知道我的坚定脆弱 如果你看到我有多么荒谣 如果你看到我有多么荒谬 我来看见过 如果我知道我 你知道你会坐到目前为止 的刁 生命里无意义的 找到我 你会在最不需要经过的 麦田里面 找到我 找到我和错过我 找到我然后拉住我 找到我错过我 找到我拉住我 歌迷尖叫 他自己配声音 超好听的 谢谢慧玲 我觉得那个很像是 一个外面下着大雨的日子 然后手上有一杯酒 酒 帮我们说一下这首歌的故事 好不好 找到我 这首歌其实那时候 哇 我这首歌写得非常赶 就是那时候专辑制作 快要截止前一个礼拜 我才写出来 但那时候就是突然有一个灵感 我写歌通常都是写很慢 但有时候会突然有一个灵感 就会一个整个完全出来 那时候就是这样 但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就找我很常一起做音乐 就是我现场表演的keyboard手 序章 我去找他一起把这个歌写完 然后我也是就是在那边弹 那个吉他 然后他就是弹钢琴 我们顺便边写边编这样 然后把这个歌写完 然后我们再去找我们都 他常合作一个吉他手 然后我也很喜欢那个吉他手 熊宝贝的大尾 熊宝贝 对 非常喜欢他的吉他 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把这个歌 编完 最后就有赶上那个截止的时间 这歌就是在讲一个 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用力想去找一些事情 一些东西 但那些东西不一定找得到 你去找不一定就找得到 那你不去找 他不一定不会来 但他可能真的不会来 但是就是这个感觉就很像是 你就是放松心情 让事情自己发生 这样子的感觉 你25岁吗 你确定 觉得你的灵魂老老的 没有啦 柯智堂是新人 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 嗯 大家可能对你认识不是太多 嗯 我觉得很好奇 就是柯智堂你的 因为你专辑里面很多的歌词曲 都是你自己做的 嗯 你小时候是学音乐的吗 我其实小时候一年级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学过一点钢琴 嗯 那时候学就是去上课 但是我那时候很讨厌 对 你就是属于那个妈妈请你去练钢琴 就不要 然后说叛逆 就不学 越叫我弹就越不弹 对 但是长大之后 大概高中大学 那时候发现 其实自己对钢琴 对音乐自己的事情 还是有点兴趣 因为看到 有时候在学校音乐课 看到钢琴还是会想要去弹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 后来就买了一台电钢琴 对 在家里自己学 对 就是去找一些 我喜欢你学这个谱 或是自己用听你的抓 对 那我开始唱歌这件事 也是蛮妙的 就是那时候大三快要大四的时候 对 就我以前是一个本来完全都不唱歌 去KTV也不唱歌的人 就没有做过认真唱歌的那种事 对 然后那时候学校有个比赛 对 然后系上的直属就 逼我跟他们一起抱 就是好玩 然后 可是你们的 你的直属学姐吗 学姐跟学妹 学姐跟学妹 就是我们一条链子 对 一起抱 但是他们应该知道你是不唱歌的 他们知道啊 就是好好玩 就是想要看我出球之类 那我想说好像算了 反正大家就一起啊 一起出球 对 就是 就真的抱了 就真的抱了 对 然后就唱歌之后才会 哦好像还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然后自己也蛮有兴趣 他们应该会觉得 我没有整到你 但发觉了一颗星星 发现他们 对对对 他们现在有这种感觉 所以今天科士堂可以出道 我们要感谢学姐跟学妹 很想感谢他们 谢谢他们两位 对啊我没事 对啊我到现在还很常 跟他们去吃饭都会讲这些事 对啊 太特别了 所以你小时候其实也没有很刻意的 喜欢唱歌 或是英国的流行音乐 小时候不太 其实我小时候就是不听流行音乐 因为家里不会放 我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 对 对 然后我小时候也没有零用钱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买CD来听 所以大家都会听流 都没办法听到 这小孩怎么长大的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但是你还是听音乐吧 其实我家里会放古典音乐 但是我其实也不喜欢 就那种排斥的叛逆的心理 被逼着听 我也不喜欢弹钢琴这样 对对对对 但现在觉得古典音乐蛮好听的 长大之后自己对 所以出道这张专辑叫做 你并不真的想流浪 是的 跟我们讲一下 这是什么心情 这首歌就是 其实我是一个很想要去别的国家流浪旅行的 去世界别的地方看看 然后就是一些没有计划的旅行 就真的是很随性的这样 然后 但我就是看 在这段时间我看到很多人 认识很多人 然后我觉得流浪这事情 它不一定是真的去别的地方旅行的 还有可能是一个状态 心理上生活上的种 它在生活中也是很想在流浪 就它没有办法一直停在同一个地方 它在不同的生活圈 不同的人的身边 就是它没有办法停下来 所以它可能就是 也像是一直在流浪 有些人嘴上它说着 我好想 我很喜欢这样子 对 但其实这是一个借口 它没有办法定下来 它其实很想要找到一个 安定的留下来的地方 但因为还没找到 所以那时候就写这首歌 你不真的想流浪 最近这两三年才开始认真唱歌 然后开始认真创作 对 是的 我还蛮好奇的 你的创作灵感都从哪里来 但我后来 我自然不听台湾的流行人 但我长大之后 就那时候电脑网路都很发达 我会听 我一开始听的都是一些 国外的有名的 大家都一定都听过 像绿洲 YouTube Coldplay 就是这些人 对 后来会听一些民谣乐 像爱尔兰人 就是Damian Rice 不然男生 我其实受到他们的影响非常大 对 但我一开始写歌 我都是写英文歌 也是因为我受到他们的影响比较大 对 但后来开始试着中文创作 对 然后 那时候其实卡了蛮久的 因为英文 我觉得英文是一个很随意的语言 是 不像中文它比较多歌词 对 就有些你要描述一个事情 一个字 它就是一定要两个字 然后英文可能有很多方法可以说 然后不同音节的自己体会 所以那时候我在 其实写出我想要讲的话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在要为这些话铺曲 对 写曲子进去的时候 像我写英文歌 我很常就是弹一弹乱哼 然后想要说的话 就可以一起写好 就是一边唱一边弹 然后中文就是我一定要先写好 我想说的话 然后再想办法写出曲子 对 对我来说做音乐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对 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快乐 所以我去做它 然后 我希望你们听 他们听到这些歌 就可以在这些故事里面 找到一些他们 可能人生中也有遇到的事情 像我刚刚讲的有共鸣 因为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音乐就是要找到一些 感情深深的共鸣 对 那是力量最大的时候 对 你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 是同一个曲子 但是也有英文也有中文的词 Goodbye goodnight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那这首歌其实就是 它有两个版本 英文是我自己写最早的时候 然后中文版是我的表姐 卫如轩 她帮我写的曲子 然后她帮我写的词 对 然后这样首歌其实都是在说再见的歌 对 然后但是心境上不太一样 我自己的版本是 她比较没有那么难过 自己有一点难过 她有点像是看着过去 想起过去那些事情 已经 其实事情已经过了很久了 尘埃落定之后 然后看那些 也许还蛮美好的事情 然后想起来很快乐 很开心 然后跟着她说一个再见 有点像是迟来的再见 这种感觉 那我啊版本可能就比较难过一点 她有点像是爱情中两个没有办法好好对话的人 对对对 然后 就是有一些事情真的很难说出口 或是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感觉 然后 因为那个版本她配唱完之后 她自己进去唱了一个合音 然后我那时候一听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很棒 就像我刚刚说 很像两个没有办法对话的人 然后这歌里面他们终于用那个声音在对话 但也是一个没有真正接触到的对话 对 就是无声无言的对话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个非常棒 对 这里面有一首曲子是陈建琦老师帮你做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跟他的合作 其实那时候就是唱完那个广告歌嘛 然后不久之后他就有来找我 他主动来找你 对对对 其实也是因为他跟罗尼老师他们都很熟 对对对 然后他们 然后我其实也以前就有放过我唱个东西给他看 但在那个广告之后他才来找我 就想说一起做一些什么事 对 然后后来我就进到他们那边 然后到 就是到发唱片那段日子以来 就是我带 就是他跟我说要试着写中文歌 对对对 然后其实他对我 是还蛮包容蛮放任的 对 就是让我写我自己想要写的东西 这样子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就他对他制作的人都会有很大的空间 这样子 只要你可以拿出一个他觉得是对的东西 你的创作都从生活里来 是我觉得真正的词就是就是真正的人生才是真正的词 当然也可以硬写 就是说不是真正发生的事 那当然 但我觉得那个我也有印写过词 但那个画面感就是 画面感就是差很多 有可能就是我遇到的人的事 我自己的事 就是真的人生的故事 对我觉得必须是真实人生 真实的人生 因为音乐这东西就是要 我觉得就是大家听了会有感同身受 就是会有共鸣 就是才是好的音乐 所以这些真实人生的事情就是发生在很多人身上 他们听到觉得我会是这样的样子 对 所以你会怎么跟别人介绍你的这张专辑 你会希望他们听到什么 听到哪一个面向的克制他们 我真的是二十五岁 对 其实我这张专辑 我写的歌 我没有预想到 我要去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歌手 怎么样一个人 因为我对我来说 做音乐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对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快乐 所以我去做它 然后我希望你们听 他们听到这些歌 就可以在这些故事里面 找到一些他们可能人生中也有遇到的事情 像我刚刚讲的有共鸣 对 有一些想流浪或者是没流浪成的 或者正在流浪中的 对 因为像我刚刚说的就是音乐 就是要找到一些感同身中的共鸣 那是力量最大的时候 那我有时候在我的那个 脸书粉丝专业上 他有人私讯我说 喜欢我的声音 喜欢我的创作 对 那我看到喜欢我的创作 真的会非常开心 就觉得 他们会说他们也 对这些想法很有感同身中 就这些想法不是寂寞 不是孤单的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 除了我的 他们觉得喜欢我声音以外 就是他们对我的想法有共鸣 这是另外一个力量 然后 这也让我发现 这件事非常开心 因为一开始 像我刚刚说 我做音乐是因为 这是我喜欢的事情 对 但那我发现这些事情 我的东西可以带给人家力量 就是让他们 路过一些时刻 或是怎么样 然后听他们这样说 哇 心里很温暖 对 是一开始 还没有想到的快乐 对 发这张专辑之前 还没有歌迷给你回馈之前 你也没想过会这样 没有想到会那么开心 对 我想到最后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觉得很疑惑 但我也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看到你的影片 你去了那些消失中的唱片行 或是干嘛店 你超随性的 然后唱歌唱一唱 就是把脚盘在那个椅子上 然后眼睛是闭起来的 那个唱歌的状态是 其实我一开始做Live表演的时候 我一开始 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 所以这可能也跟我一开始 都不在大家面前唱歌有关系 那我当我终于要上台表演的时候 我去年刚开始做Live 我其实上台都超级警察 就讲话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一上台脸就红 然后当我开始唱歌之后 我就是让自己进入一个 自己的世界 所以我就是 你就会看到我去闭眼睛 然后完全不理四周的事情 所以我表演比较像是 不像是一个秀 我会很像是进入我自己的世界 然后现在在我的自己的世界里面 邀请你们一起来看我这个的世界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很让我自己放松的动作 像是闭眼睛 对 或是微笑 唱到我自己觉得 对 就是感 我唱到感动的地方的时候 我自己通常都是会不自觉地笑 这个样子 那像你刚刚说的盘腿 是因为那天 那些干嘛店的表演真的都很随性 对 但是周围都会有人进去买东西 随便进入 我就跟他们笑一下 去边边唱这样子 所以那天就是觉得很好玩 因为他在家里 所以我就坐上来这样子 好 我觉得感动自己的音乐 一定也都会感动大家 我真的也非常喜欢你的专辑 谢谢慧琳 谢谢你 今天谢谢你来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 对 很开心可以来 谢谢 谢谢你